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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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的時候我自己私心是覺得說 我們台灣人在打扮上面好像還可以 再有自己的特色一點 其實自己也是蠻多 淋淋口口想法的人 所以就開始投入手工口筋包這個領域 有時候我想要把它設計這個 我心裡想成這樣 但是我真的畫了版型出來之後 不一定能夠照我所願的 是成為這個樣式 所以我就要回頭修改 再嘗試 再修改 再嘗試 所以這個過程讓我覺得就是說 一個是耐心 第二個是放慢 雖然雅燕的整個英文名字是AART 但對我來講就是A加ART加AND 一個藝術 而且還是一起的 陪伴的 它還在加其他的東西 我喜歡做這個是因為我喜歡送禮物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做 然後回送給我想要感謝的人 所以另外一個包裝上面我做的貼紙是 帶著愛送出的禮物最美 只要是這個禮物是我們帶著愛送出去的 它就是一份很好的禮物 我希望藉由自己的故事來鼓勵你 每個人都會遇到需要幫助的階段 與其怨天尤人 不如努力讓自己成為值得幫助的人 而對我而言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被幫助看三件事情 看他的意願 看他的態度 跟他的品格 就是他的價值觀 他也許是時間 也許是金錢買的東西 但是因著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跟帶著這樣子的一個念頭 其實收的人都會感受到 即使他感受不到 這個過程都會很美 我也想要去創造說 雅燕的口徑包 不見得是多想亮的品牌 但是他走新的路線 你拿到的就跟你一樣 就是那多一無二的 然後是我們用生命 用時間用心去把它完成的包包 所以有包包要送回來修我也很開心 我買了新的布幫他換 我們每一個人多多說少少都會遇到低潮 或者是匮乏的時候 但與其讓自己覺得說 你怎麼不幫我 那何不就是讓自己努力 讓自己成為那個值得被幫助的人